这就是我的探险队,我把他们紧急召回,接下来我们要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究竟发生了什么,时间回到三天前。 根据传闻,我来到一个叫伊利姆的边陲小镇,而我的到来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为了寻找深山土著人,并记录下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。 经过一番交谈我才得知,土著人常年在森林里游牧,居屋定所,所以没人知道他们的位置。 他们说在一个叫屋里洞的村庄,附近有着一大片原始森林,我可以去那里尝试寻找土著人,但那里环境非常恶劣,一方面要防止蚊虫制舌的骚扰,同时也要小心附近野蛮的村民。 大家都劝告我,千万不能一个人去,这简直是送命行为。 既然土著不在这儿,我便与老板娘匆忙告别,然后找到了村子里的司机史太龙,不得容缓,立刻出发。 但史太龙的车是真不靠谱,一路走一路修,原本一天的路程要开三天,我们从白天开到夜晚, 又从夜晚开到天亮,这一路上我想了很多,我一个人去确实有点危险,所以我临时改变主意,我要召集我的探险队成员了。 一直穿民舰,千军握马来相见。 这是我的探险队首次在网络上亮相,接下来为大家做简单介绍。 这是主力成员黑杰克,雇佣兵道斯阿利,研究土著41年著名语言学家鲍巴,荒野生存厨师雅笔,负责采集工作的海尔兄弟,81岁的金牌助理贾爱国, 随神安保傻大哥,同时我也向驻军打了招呼,如果我15天没回来,他们将会进山搜救。 我的探险之旅也正式开始,请跟随我的镜头深入原始森林,探秘这个地球上仅存的法外之地。 抓住! 抓住! 换换换换换换! 这套快